接上集,当我回座位的时候,男班长突然开口说,老师杜佳颖的桌子被外班人乱画,他可能是要去找东西擦掉,班主任一看是男班长说话了,态度立马温和下来,跟我说你先换个地方坐,下课了再去吧,我也只好换到男班长的旁边坐下,我一整节课都哭丧着脸,心里很难受,男班长递给我一颗阿尔卑斯糖, 说你别着急,下课了我帮你擦桌子,我接过堂,心里愣了好久,因为我成绩差,给班级平均分拖了很多后腿,班里的同学们都看我不顺眼,而他竟然愿意帮我,下了课,班长帮我借来了抹布来擦桌子,他突然问我,你是不是惹了那个柳哥啊? 我听到班长这么问才意识到,这件事肯定又是柳哥搞的鬼,在课间的时候我去找了柳哥,他看着我似笑非笑地说哟,好兄弟真不好意思啊,我那个小女朋友讨厌你,我为了哄他,就在你桌子上乱写乱话了一下,不过反正你也不去教室上课,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说完他又点了根烟,我抑制住心中的怒火,尽量平静地说,没影响就可以乱写乱话了,柳哥一看我生气了,把烟灭了又说,不至于吧,就是个桌子,柳哥,你真觉得你那个小女朋友喜欢你吗?你不过是被人当枪屎了? 说完我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给他看,然后目睹着柳哥的脸由琴转音,柳哥大骂一声,然后愤怒地将地上的烟头剁了几角,跟我说行可真有他的,我看到这一幕都憋不住笑,胡小米,你跟我比起来,段位可太低了呀 到放学时,胡小米果然被柳哥堵在门口,可我看到丁浩也站在旁边,柳哥带着几个小弟,情绪看起来很激动,还敢捋我是吗? 我本来还在远处乐呵呵地看起,突然听到丁浩跟他们解释道,不是的他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你别误会,柳哥听这话更生气了,伸手要推开丁浩,我连忙上前拉走了丁浩,丁浩跟我走到远处, 他出后问我,佳颖,这件事是你做的吗?我一脸地骄傲说,是啊,是我做的,没想到丁浩一脸失望地说,佳颖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不像你了,我反问我做什么了?丁浩说我知道小米并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跟我说他很喜欢柳哥,他说柳哥误会了我和他的关系,让我来帮忙解释一下,我没想到这件事原来真是你做的, 我无语刚想张口跟丁浩解释,丁浩就赌气般地离开了,我给丁浩发消息想解释今天的一切,可丁浩却说,我们还是都冷静一下吧 我躺在床上越想越委屈,团的人误会的感觉真是难受呀 第二天一早,丁浩还是在我家楼下等我,我们俩并肩走向学校,两个人都沉默着,到校门口正好遇到了班长 班长热情地朝我打招呼,还问我佳颖,你吃早饭了吗,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食堂吃早饭呀 丁浩站在一旁瞬间黑脸了,掏出包里的面包塞给我说,佳颖,这是我给你带的早饭,你吃这个就行 说完还赌气般地离开了,我哭笑不得,进班后班长又跟我搭话 昨天的事,你去找那个柳哥说清楚了吗 他这一问,我又想起了丁浩对我的误会 我摇了摇头,鼻子酸酸的,很委屈下午课间我去上厕所 听到有女生讨论,哎,你们听说了吗 就那个胡小米,因为绿了柳哥被柳哥堵在校门口骂了 现在谁都不敢和他有来往呢 我笑着出了厕所,又看到胡小米缠着丁浩,见到我来了 胡小米竟然直接哭了出来,他哭哭啼啼地说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惹他了,他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啊 我气得一把揪住胡小米的肩说 你做的那些破事,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胡小米顺势躲在了丁浩的身后 我看他躲在丁浩身后,又急又气 赶紧想伸手把他拽过来 这时丁浩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 轻声说了句,佳颖别闹了 我的委屈一下子就翻涌了上来 怎么难道丁浩也要帮着胡小米吗 我哽咽着说,丁浩你要向着他吗 丁浩还没开口,胡小米就先说 丁浩你看他真的好凶啊 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了 年级主任也文训赶来 把我们三个带去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胡小米滔滔不绝的 跟年级主任指责着我的恶行 而我的眼泪不争气的一直掉 年级主任问杜嘉宇 这件事是你先挑起来的 丁浩也看向我,什么话也没说 这时进办公室报作业的班长走了过来 跟年级主任说 老师不是这样的 是胡小米先找同学 在杜嘉宇桌子上乱写乱话的 丁浩听到这句话一下子愣住了 轻声问我 嘉宇这件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我撇了他一眼,不愿意跟他说话 年级主任在一旁 喋喋不休地教育着我们 而我的心里满满的只剩下委屈 等年级主任老赵累了 让我和胡小米 每个人写一千字的检讨书 就放我们走了 出了办公室 丁浩想拉住我跟我道歉 我直接甩开他的手 转身走向班长 跟班长说 今天谢谢你了 说完变头也不回地回了班 后来丁浩在我们班门口 等了我很久 但我还是赌气不愿意见他 到了放学 丁浩也早早地在班门口等我 我故意装作没看见他绕路离开了 但他还是不死心 一路跟着我 给我撒娇说 嘉宇你别生气了 都是我不好 我不知道是他先招惹的你 气呼呼地说 那又怎么样 你本来就应该偏向我的啊 他拉住我的胳膊继续跟我撒娇 这次真的是我不对 我答应你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偏向你 我哼了一声 心软了下来 嘴上说着 不跟你说了 我还得写检讨书呢 他笑了笑 并从包里掏出满满几页的检讨书 说我知道你不愿意写检讨 我上课的时候就替你写好了 我看着那满满几页纸的检讨 其实就已经心软了 但嘴上还说着不行不行 不能就这么轻易原谅你 你得跟我保证 以后不跟胡小米来往了 丁浩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还说嘉宇 周末我们去游乐场吧 就当是我补偿你的 我心里想着又可以和他独处了 就答应了下来 周末一早我们俩就去了游乐场 丁浩细心地给我买了饮料 他和我一起第一个项目 在排队处 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 嘉宇 你怎么也来游乐园了 班长看到我后主动跟我打招呼 我也没多想 就和班长客套了起来 班长 你是和谁一起来的 未完待续